Hello, welcome or welcome back to my class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气的破英语课堂 在本期课程里面,我将继续教大家如何地道准确地描述汽车的各种故障 好,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keywords,关键词 今天第一个关键词,battery, battery,电池 我们看一下例句吧 the battery of my phone is super old,我手机的电池非常旧了 好,这地方的battery就指的是电池 比如说我们那个汽车的蓄电池之类的都用这单词 battery这样子的super来修饰old就代表是非常旧的意思 非常OK,好,我们看一下下面一个单词 steering wheel,steering wheel就指的是方向盘 所以我们要说那个方向盘就可以说steering wheel 控制盘,方向盘,这里非常steer 单独说这个steer的单词 意思就指那个控制方向或者带领的意思 就这样子的意思 wheel指的是那个轮子 就比如说车轮之类的像轮子一样的东西 都可以叫做wheel,好,这样子的steering wheel就指的是方向盘 好,我们看一下例句吧 the mechanic will replace your steering wheel 机械师会给你换个新的方向盘 好,这地方的mechanic这就是机械师的意思 好,我们看下面一个单词 overheated overheated 好,这单词是个凶词代表过热的 比如说我们说汽车某个部分过热的 前我会教给大家 我们看一下例句吧 the boiler room is currently overheated 锅炉室现在处于过热状态 很多那种地方 比如说锅炉室之类的地方 它就叫做boiler room boiler room 这个地方的那个锅炉室 它一般来讲就过热 我们就可以形容它是overheated overheated 这样子的 好,我们看下面一个单词 我来读一下 这地方有音标的 oder 气味 我们看一下例句吧 the odor of some burning paper has filled the whole room 一些烧起来的纸的气味充满了整个房间 the odor of some burning paper has filled the whole room 这样子的 我们看一下下面一个单词 fluid 好,这个单词意思只是液体 就是我们的那种液体 就可以用这个词 但它不是我们物理上 或者就是我们的科学上意义的 就是我们的气体 固体液体 它一般是指液状物 所以这地方我觉得翻译成液状物 可能更加好一点 液状物 这样子的 fluid 好,这地方先读一下 flu这个单词 flu再加那个it fluid 好,我们看一下例句 there is some unknown fluid on the table 桌上有些不明液体 好,就是不明的液状物 我再说一下 这样改一下 液状物的意思 好,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关键词 leak 泄露 好,我们看一下例句 the oil is leaking from the machine 油从机器露出 the oil is leaking from the machine 油从机器露出 好,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学习一下 那个我们的一些非常重要的 表达出我们的汽车 出故障的一些句子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句子 当你的那个车用虚电池 没电了 你就可以用这个表达 our battery is already dead our battery is already dead 好,这个地方的dead 强调的就是死亡 但用在电池里面 就指是没电了 甚至你可以代表 手机没电 也可以用这个表达 都可以说成是 my或是our battery is already dead 就指的是 这地方就指我的车没电了 但你如果手机没电 你可以用这个句子 一模一样的句子都可以的 ok 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句子 当你的驾驶盘 就是你的方向盘 出了点小故障的时候 不管什么样的小故障 你都可以这样子说 something wrong with our steering wheel something wrong with our steering wheel 我们的驾驶盘有问题了 我再读慢一点 something wrong with our steering wheel something wrong with our steering wheel 我们的驾驶盘有问题了 好,我们这些句子的话 如果你要细致的在描述下 到底有什么问题 那你就可能要跟Paul 在进一步的学习 比较高档的一些英文词汇 或表达了 我们这个地方目前只是说一个 总体的描述啊 就是我们的驾驶盘出问题了 怎么用英语讲 包括下面句子都是5次 比如下面就讲的是 那个如果车发出一些奇怪声音 英文怎么说呢 我不继续讲是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因为英语没有很多底声词 确切比较麻烦 我们就说一个比较概括的吧 英文这样子说 我的车在发出不寻常的噪音 好,这个地方的unusual就指的是不寻常的 好,发出某种噪音 就可以用make加noise的这个结构 大家学会了吗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一个句子 下面的句子代表是 你的车会有间歇性的 出现那个运行不平稳的问题 比如说有些时候放空档的时候 倒没事 但一开起来一发动起来 好像就那个车就摆来摆去的 这种情况 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英文怎么说 你可以这样子说 而car often runs rough intermittently 而car often runs rough intermittently 好,这地方有个单词 就是rough rough就指的是不平坦的 run代表是运行运转的意思 就是不平坦的运行 不平稳的运行 这地方还有个词 intermittently intermittently 指的就是断断续续的 intermittently 断断续续的这个一个副词吧 OK好,这句话代表你的车啊 就是运行不平稳 这应该是一个常用句 好,我们继续看啊 还有点内容 如果你想表达你的车的引擎过热的话 比如说你看那个你的仪表片 仪表盘啊 出现一些那个警示的一些标识啊 比如说出现这种过热的情况下啊 我的我们的车啊 引擎过热 因为怎么说呢 你可以这样子说 we have an overheated car engine we have an overheated car engine 我们上几个讲过 engine就指的是引擎的意思 对不对啊 然后呢 那个overheated这地方 咱们关键词也讲过过热的意思 我再念一遍 we have an overheated car engine 我们的车引擎过热 引擎过热了 好,我们继续啊 我们看下面一个句子 这句子代表是你的车啊 比如说有些难闻的味道啊 就不是不只是那个 有些什么奇怪的响声了 如果你车有一些奇怪的味道 这个你一定要及时告诉家人 或是告诉那个修车的师傅啊 或者在哪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你觉得不要紧急 甚至告诉一下路人啊 都行 来我们看一下这句怎么来说呢 my car has some strange odors my car has strange some strange odors 好 这地方的order 在我们关键词面也讲过了啊 代表就是味道 特质气味的意思 它指的是气味啊 好 这地方strange代表奇怪的 我再念一下整个句子 my car has some strange odors my car has some strange odors 这样子的大家学会了吗 ok 好 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个句子啊 好 这地方指的是我的车辆有液体 露出了啊 当什么颜色的液体这样子 你要学下颜色单词 但我们来说一下这句子 怎么来说呢 fluid is leaking from my vehicle fluid is leaking from my vehicle 我的车辆有液体露出 好 这地方fluid 这就是液状 液状物的意思 对吧 液状物的意思 然后呢 leak 这地方这单词是露出 vehicle这单词 这是车辆的意思 它是同指车辆啊 包括汽车 包括卡车 这都可以叫做vehicle vehicle 这单词啊 就是运输车辆都可以用这单词来表达 我再念下这个句子 fluid is leaking from my vehicle fluid is leaking from my vehicle 我的车辆有液体露出了 希望本节课对大家有帮助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给我视频点赞 收藏转发或留言啊 或者点击我的那个频道 右下方订阅按钮 它可以用那小铃铛 然后呢 看不掉youtube的朋友的话 可以搜那个b站啊 然后搜生活英文教学观众资金 找到我了 或者叫微信 thank you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